歡迎您收看突發期間 我是山又齊 台南殺警奪槍案 兩名殉職員警的解剖 結果曝光了 真的是人神共憤 嫌犯林姓吳竟然 對兩名員警 足足狂砍了55刀 而其中員警曹瑞傑 更是被狂殺38刀 這已經不是 置人於死的程度了 所以兩名員警 在死亡的時候 身上的血 幾乎都已經流乾了 而家屬看了警車行車 記錄器的這個影片 更是當場淚崩 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也因此嫌犯林姓吳 外意間的爽拆曝光之後 讓這個網友 是再度全面炸鍋 因為對比這些被害人 家屬一生永遠的痛 公平嗎 可以週休二日 可以跟一般人 一樣回家探親 而且不用手銬腳樓 怎麼都不用 然後一週七天的火食 每天不一樣 常常吃的比一般人還要好 可是儘管如此 林姓吳還是不滿足選擇逃獄 那這樣的人到底憑什麼 可以分配到外意間呢 而昨天法務部舉行的 這個記者會 這個要進行檢討 當然對於要不要執行這個死刑 要不要判死呢 這都可以再討論 可是法務部最後檢討的結果居然是呢 那以後殺警的犯人呢 就不可以分配外意間 輿論再度嘩然 為什麼這次的這個檢討結果 又再度凸顯了什麼樣的問題呢 當然另外在此同時 宜蘭地檢署也召開了記者會 對外宣布將以貪污洗錢等罪名 來起訴宜蘭縣長林姿廟 並且呢要求法官要從重量刑 等一下呢我們來看一下 檢方起訴的這些內容有哪些 不過林姿廟呢 這個反批這個檢方 現在已經成了政治打手 聲稱這是政治追殺 所以他還是堅持參選到底 但是呢如果林姿廟不退險 未來將可能會引發什麼樣的 政治風暴呢 而國民黨又真的能夠不動如山嗎 好 先為你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右期好 大家晚安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大家好 南章文本作家周伟航 大家好 陸軍被一勺將與北辰將軍 右期好 大家好 殘勤專家邱敏寬 右期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就先來看 台南兩名殉職遠景的解剖結果出爐了 真的是讓人拳頭都硬了 就請教這個敏寬 什麼樣的深仇大恨要狂砍55刀 太泯滅人性了吧 先跟各位說 林姓吳在星期一早上11點28分 犯假了駭人聽聞的良景殉職案之後 後面遺體大體在星期二做解剖 結果解剖完之後 全台灣的人心都碎了 真的好難過 林姓吳到底是跟這兩個員警 有什麼樣的一個深仇大恨 總共解剖出來 總共砍了55刀 其中38刀在一位警員的一個身上 另外17刀在另一個警員的一個身上 兩個人身上都沒有槍傷 但這件事情讓國內要檢討很多很多的事 為什麼呢 用槍時機 先說有沒有開槍 有開槍 但對方人高馬大 身高據傳接近180 體重100多公斤 第一槍下去根本沒感覺 然後第二刀下去的時候 第一名員警就殉職了 我們先來看 台南的兩殉職警解剖出爐 這個是在台南的一個安南區 想不到曹瑞傑38刀 而且致命傷在胸部 屠名城17刀遭切破警動脈 兩個人都是活活流血流到肝了 然後我們去看到那個畫面 畫面是護理人員在旁邊做CPR的時候 兩個人都沒有任何的反應 這真的是看了令人要怎麼辦 是怎麼樣的一個深仇大恨 但後面發現這件事情燒出三個疑點 第一個是外部間的疑點 第二個疑點是用槍的一個疑點 第三個是後面的事情 到底這個社會網要怎麼補救 為什麼呢 是什麼樣的一個家庭 居然這位林姓吾 發生了這個案件之後 他媽媽說該槍斃就槍斃吧 我不會去看他 先跟各位談 是怎麼樣破碎的一個家庭 林賢的母親也是一個苦命人 之前曾經犯下過一個案子 因為之前跟的男人都不好 所以他曾經非常生氣的拿著刀去割下了對方的命根子 後來也曾經為了這件事情坐牢 但林賢的母親說 他如果怎麼樣我也不會去看他 看是要槍決還是怎樣都好 這個已經說了 兩手一伸 沒那麼多 沒那麼多 但林姓吾先跟各位談 他說哎呀他什麼油魂式的逃亡路線 先跟各位說 他是想要製造斷點 但當時真的慌了 智力不足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把來龍姓 先簡單跟各位說一下 當時是一位台中的男性 他從台中到台南去看他的女朋友 兩個人一起出去玩 一台摩托車放在路邊 結果鑰匙沒拔 鑰匙沒拔之後林姓吾看到這台車 收拾沒拔 連偷都不用偷 一轉 不不不不 騎走了 好機會 這位台中男子 一看摩托車不見 報警 那台車列為一張車 警察雙方一看 看到那台張車開始追 林姓吾 先跟各位說 騎一張車不是太大罪 他最大的麻煩是什麼 他是外務兼逃犯 而且他重點是 這個案子後來沒有報 那沒有報完之後呢 後來殺死兩位刑警之後 他第一件事情是 先騎上他的張車 所以先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他的右手虎口有傷口 在搏鬥當中有傷口 然後摩托車有留下了指紋 所以兇嫌騎著摩托車 騎到哪邊呢 騎到台南安南區的土城高中之後 騎一張車完之後 把車丟一邊 丟完一邊之後 其他的警察已經開始在找一張車了 指紋在上面 指紋在上面 指紋在上面之後 他就徒步開始走路 走路之後坐上計程車 坐上計程車不知道去哪邊呢 然後到了赤坎樓 到了赤坎樓之後 剛開頭我跟各位說 他右手有傷口對不對 他還曾經想要到台南市立醫院去看 結果進去之後跟人家吵架 那進去之後跟人家吵架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細節不知道 因為沒有傳出所謂的錄影帶出來 拼雙沒帶健保卡 對 然後就坐上公車 坐上公車完之後呢 後面呢 再坐計程車 到了整個保安火車站 然後呢 重點是 真的可能慌了 也有可能是坐錯車 坐錯車 本來要北上嘉義 結果去跑到屏東 到了屏東完之後呢 下來先走路 再坐火車到紅天火車站 再坐公車 然後呢中間重點 先跟各位談喔 一個男人40幾歲 他有原配的太太是一個外籍 生了三個小孩 還有一個女朋友生了一個小孩 身上沒錢啊 那沒錢怎麼辦 他過去沒錢的老技巧 過去是拿著空氣槍 去搶便利商店 但這次他拿的是真槍 是這兩位警察的槍 然後那個同樣的手法 對方拿七千塊給他 對方拿七千塊給他 他說便利商店這個女孩子很害怕 很害怕完之後呢 他偷車去搶了超商 然後呢中間先跟各位說 斷點斷在哪邊 這個時候兩個斷點 完全被破解 為什麼呢 這個男人在逃亡的時候 拆見黑色的T恤 左邊上面有一個非常大的標誌 這個標誌很明顯 然後去搶超商的時候 標誌露出來了 後面卻叫白排計程車 白排計程車的計程車司機 後來接到警察的電話的時候 嚇死了 先跟各位談發生什麼事 他不是用電話叫的 他跑到店裡面用走的走進去 你有車嗎 老闆他說有車啊 有啊有車啊你要去到 他就說要去哪邊 就上車對不對 一上車上去 先做一個大回轉 大回轉完就說 你不能用手機 他不是用電話叫的 他跑到店裡面用走的走進去 你有車嗎 老闆他說有車啊 有啊有車啊你要去到 他就說要去哪邊 就上車對不對 一上車上去先做一個大回轉 大回轉完就說你不能用手機 所以那個司機手機不敢接 然後呢他後來坐了整個白排計程車 到高雄之後呢 他就下車對不對 白排計程車司機 他一下車警察電話來了 他當場嚇到差點尿出來啊 真的躲過一劫了 還好沒有在那時接電話 如果當時接的電話警察說 對方有沒有站在車上 這個會出事的 他可能會變成仁慈啊 沒錯 結果後來警察就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他不是上了核心客運嗎 上了核心客運就全程攻堅了 就已經在追了對不對 那個時候包括了台南的警察 新竹的警察都準備好了 警政署長也下去了 下去之後呢 口袋戰術 所以不能打草金蛇 因為當時在車上除了他之外 還有另外11名的乘客 沿路走沿路走走到新竹 新竹下來的時候看錄影帶 這段就很清楚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段從頭到尾都有錄影帶 他下來之後走得很輕鬆 他以為他逃開了 然後呢 重點就是在於 警方趁著遊覽車的門先縮後 客運車的門已經關了 轉頭走了 確定安全了 所有的警員出來 然後出來之後 全部壓下去之後 把他壓制在地上 第一件事情 輕咧輕咧 包包一摸 真的有槍 一把手槍 兩個彈夾18顆子彈 重點是 整個槍已經上航 槍已經上航 17個小時之後 從白天到深夜 跨足了五個縣市 這個真的才找到 但這次人神共分的地方是在於 林信湖原來在外衣間過很爽 誇張喔 先跟各位談喔 他之前是拿空氣槍 搶便利商店搶兩次 到底是怎麼到外衣間去的 然後這個外衣間呢 不用戴手銬 沒有高牆 有薪水 還有才藝客 重點是 很多人在裡面喔 突然間發現 原來台灣的牢獄制度 看到很多那種無殼蝸牛 犯罪可以注重地方 今天整個鍋炸得更大 為什麼呢 還有高爾夫球場 泡沙區 土愛動物區 還有高爾夫球場 還可以唱KTV 還可以唱KTV 重點是我們看他的菜單 還看他的菜單 他的菜單 早飯 晚餐 重點是還有韓式拌飯 能飲甜點每天都換 很多人說說 天啊 在外衣間過得比當兵還爽 然後呢時間點到還可以請假 還可以回家 重點是 我們的矯正署說 他只是反家未歸 不是逃犯 後面這個觀點在改 現在全台炸鍋 為什麼呢 很多人說 如果真的住這個地方 那些租屋族真的都哭了 但我們最難過的是 兩條警察的性命 這個地方他就消失了 但是我們警察 我們如何保護我們的警察 守足弟兄們 這個才是現在最重要的課題 最怕的是不懂感恩的人 在這個外衣間裡面過得這麼好 很多網友都說 簡直像在度假村一樣 菜色還給你每天換 然後呢 真的是什麼 這個真的是大魚大肉都有 這樣還不滿足 還逃獄 然後看到警方 就算噴個辣椒水 居然抓狂砍了55刀 所以這個請教他這個將軍 對比他的這個家屬 在看那個監視器畫面的時候 那個那個心情 真的難以形容 這個多麼悲痛這樣的一個事情 可是所以大家就已經開始在討論 對於警方的這個 用槍的限制跟時間 當然我們要從 這個事件發生的過程裡面 看到他的問題 才去檢討這個用槍的時機 所以將軍你怎麼看 就是這個用槍的時機 到底應該怎麼改啊 當然這整個事件 我們最要譴責是這位 靈性的犯賢 這是歹徒 因為他才造成了這麼大的社會案件 因為他才讓兩位員警 無辜的喪失了生命 但是呢我講 你說警政機關有沒有問題 不叫而殺位之虐 你讓警察到第一線除暴安良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可是你要給他足夠的訓練 足夠的武器 還有足夠的資訓 那這一次的勤務 到底有沒有給予 第一線的這兩位員警 足夠的資訓裝備跟訓練呢 我覺得訓練不成問題 所有的警察能夠從警校畢業 我說句實話 他們要練柔道 他們要練琴拿術 要練習奪刀奪槍 甚至要練習遠距離的射擊 這我相信警察的訓練 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呢 勤務執行的編主 勤務執行的規劃 還有勤務執行的勤前教育檢查 做了沒有 所以我先講這幾件事情的問題在哪裡 第一個 我先講這個36歲的圖姓員警 他是有帶槍的 他是有帶槍的 所有重大的案件 你說那個偷車不算重大案件 其實我們在做 勤務派行的時候 不會認為說 今天偷車的人是好人還是壞人 如果偷車的人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那也是犯人啊 那如果偷車的是個罪大二級 像這一次的林姓 現在犯嫌一樣 那簡直要取人性命 一個人殺到38刀 你想這是怎麼回事 那已經不是取人性命了耶 可能他都斷氣了 還繼續砍 那叫林池了 那是滿清十大酷刑之一的林池 那非常非常殘忍 這沒人性了 你怎麼知道這兩個員警去出任務 只是去出一個張車的 一個棄拿的勤務 會遇到這樣的人 所以我講 不管是軍警 同樣一件事 料敵從寬 料匪從寬 你不知道這個盜匪是好人還是壞人 所以這次事件出來之後 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 圖姓員警跟曹姓員警 是在執行勤務的中間 叫他們兩個人會合 然後去抓這個張車勤務 兩個人會合同時做一部車 可是兩個人的裝備卻不一樣 圖姓員警是有帶槍的 你有帶槍就有穿防彈背心 就有帶所有的全副武裝 那叫做鎮暴棄拿的標準服裝 那麼另外一位曹姓員警 為什麼沒有 兩個人同時執行同樣子勤務 編在同一個編組上 怎麼會裝備不一樣 所以這一些他的上官 他的長官 有沒有督導疏失 我覺得很重要 這是要命的督導疏失 如果出勤之前 因為他們兩個不是去追犯人 因為這一位零性嫌犯 是偷了車以後 他們透過定位器 發現他在墳墓那個地方 所以才開車去抓 所以他沒有一個急迫性 如果是現行犯 我直接開車去追 那另當別論 他不是 是得到資訊 他要去追他 那這位零性犯嫌 正在那個地方飲酒 那兩個人是不是應該穿好了裝備 完成了編組之後再到 那到了現地之後 大家想想看 這一位屠性的編警 17刀 被殺了17刀 這17刀主要致命傷是在頸部 20公分以上的致命傷 那麼其他的傷 為什麼沒有傷到 因為他穿著防彈背心 他穿著防彈背心 有一定的防護能力 那另外就是說 他的槍支 他的槍支被搶走了 因為他被殺害之後 他的槍支被搶走 搶走之後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出現了 就是潮信員警 因為他沒有帶槍 他不能夠放同袍於不顧 不能落跑啊 他不能開車就跑了 他的這個屠性員警 他的夥伴被殺害了 他當然要去搶救 他怎麼辦 他開車去撞 為什麼要開車去撞 他沒有槍啊 他身上沒有帶槍 沒錯 所以說正常應該是 一人編一個小組的任務 兩組兩個都要帶槍 屠性員警去盤查 另外的潮信員警 應該是出槍警示 有任何風吹草動 他叫制服歹徒 這是標準的SOP 那為什麼沒有這樣做 我覺得整個勤務指揮 他的上級要說清楚說明白 然後潮信員警夠有道義 他沒有跑掉 他開車去撞他 然後這個問題出現了 這問題出現 這一位范賢 他開了四槍打在車上 他為什麼要用刀去殺害 這一位潮信員警 他留的子彈要幹什麼 他留的子彈要幹什麼 他不捨得用子彈去殺警察 下一個犯案 對 小平兄講對了 他留的這些子彈 是要去幹一票大的 他要幹一票大的 否則他為什麼這麼珍惜子彈 在最驚慌失措的時候 他應該是要趕快脫身 一槍就可以讓這個警察 結束生命 他為什麼殺了三十八刀 他在珍惜子彈 他在珍惜子彈 你說他沒有預謀 見鬼的才沒有預謀 他就是預謀 我跟你講 這個人可惡到什麼程度 這個人他是外遇 外遇監獄的 所以他的日子過得算不錯 對 然後呢 最可惡的是 我覺得益政署 也犯了很大的錯誤 就是這一個人 他出去了沒有回來 他說這叫御駕未歸 見一個大頭鬼 御駕未歸是當兵 今天當兵 當兵不是犯人 剛剛有講說 他吃的比當兵還好 當兵不是犯人 當兵是去禁國民的義務 所以他休假 休假沒有回來 七天之內是通緝期 如果你找不到 七天發布通緝令 他才變逃兵變犯人 在七天之內 他不叫犯人 他叫御駕未歸 找回來之後 行政處分 禁足就可以了 他不需要去坐牢 可是這一位 靈性犯嫌 他是什麼 他是犯人 對啊 而且他已經逃出來 超過一個多禮拜了 他正在執行 他的犯法必須付出的代價 他是犯人 他是監囚 他是囚犯 囚犯逃亡一秒鐘就叫犯人 對 囚犯逃亡一秒鐘 就叫做越獄 就叫做逃犯 怎麼還有外獄監獄的長官 還有議政處長說 沒有 他是御駕未歸 你以為他是當兵 囚犯逃亡一秒鐘就叫犯人 囚犯逃亡一秒鐘就叫做越獄 就叫做逃犯 對 怎麼還有外獄監獄的長官 還有議政處長說 沒有 他是御駕未歸 你以為他是當兵啊 犯人有御駕未歸 犯人只要離開一秒就叫逃犯 這個太誇張了 沒有通報 我講嘛 潮信員警跟圖信員警 死得很冤枉 所以我們痛失了兩個 為國家除暴安良的陰才 也非常難過是 他不應該上命的 為什麼 如果第一時間 他的所有的警報出來說 這一位靈性犯嫌是個逃犯 是一個逃犯 那麼知道說台南地區 可能有一個逃犯出現了 那麼這兩個員警 他再去出勤務的時候 他會把他當成一般勤務嗎 一定提高為安警覺嘛 有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逃犯 正在這個地方 那麼他犯了什麼案不知道 而且這位靈性的犯嫌 他的慣用的技巧就是 先偷車再搶超商 那這個時候台南發現了有機車被偷 會不會想到會不會是他幹的 如果是他幹的 警察會不全副武裝嗎 警察會不提高警覺嗎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通報 基於面子有人逃獄很難看 我先不要講想辦法找回來吃案 這就是吃案 如果你沒有吃案 把這個事情通報了 所有的員警知道 員警只要一查他的電腦 哇這附近有一個靈性的犯嫌 這個人很兇殘 他一定會提高警覺 這時候這兩位員警 下車去盤查的時候 就不是這種規格了 一定是舉著槍指著他 不要動不要動趴下 是強勢的警察力的執行 可是他們誤判認為說 這個人可能是一般的偷車賊 可能是一般的犯嫌 不需要這麼強力的執行 因為這個情報資訊 給予的不夠正確 因為沒有給他們 非常正確的執法情報 讓這兩個員警 因為誤判 而喪失了寶貴的心命 你難道你的總督導 你的這些議政署 你沒有責任嗎 所以這兩個家屬 怎麼會不冤 這兩個家屬怎麼會不生氣 當然會為他的弟兄 為他的孩子 發出負名之冤 所以我覺得警政署也好 議政署也好 真的我奉勸你 面對事實 當你面對陽光的時候 雖然很刺眼 黑暗的影響在你後面 如果你避開陽光 你背對的陽光走 我告訴你 永遠被黑暗領導往前走 那麼台灣的治安怎麼辦 所以我真的覺得勇敢的面對 找出問題 不是要誰下台 不是要誰負責 找出真正的SOP 找出真正的執法問題 讓我們所有的警察弟兄 不要再被這些黑道暴力 跟恐怖的陰霾給籠罩 也還給全台灣人民 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 而且就是曹信元寢的哥哥 說了一句話 真的讓人覺得很心痛 他說我希望我弟弟 下輩子不要再當英雄了 不過最後就請教這個小平 其實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當然很多人講說 這個就是一個社會治安的世界 那如果說再延續下去 因為畢竟距離這個年底的選舉 還有兩個多月 可是不可否認的是 網路上確實有一些氛圍似乎在 這個悄悄的這個改變當中 那你怎麼評估這個事件 對未來這個年底的選情的影響 特別是台北市 奇怪這個非綠平台 黃珊珊加講完叫藍白的票 明明分開了嘛偏藍嘛 為什麼陳時中還是落後 照理說應該是躺著當選嘛 如同1994年的翻白 為什麼 因為內政無方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會選舉的政黨 那因為這個發生那麼多的內政事 或拖累了陳時中的選舉 我先定調的第一個 第二個再拉回來 第二個你看喔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政府的政策出了問題啊 民調是85比10 就是你死刑是要執行的 可是有些人說假人假義談廢死 馬英九有談過啊 蔡英文也這樣做啊 你看喔 馬英九你還記得馬英九的部長 叫做王清風嗎 他自己馬英九也假人假義 王清風更是支持廢死不遺餘力嘛 他就不執行槍決 後來導致他下台等等 然後今天民調是85%該執行 然後10%是要支持廢死 所以民意之所在 不管藍綠政府都要想清楚 你看馬政府的時候 30槍決了33人 蔡政府做了6年多少人 兩人 然後法務部說有三 這個判決死刑定業的有38個 然後法務部長說該執行就執行 這個話有多大的深意你知道嗎 怎麼說呢 就是我當然我就這樣做了嘛 可是也揣摩上意 不管司法 不管政治 不管總統府 不管行政院 不管法務部 盡量拖延 有些人還可以跟來跟去 跟32年曾經有個殺警案 我們司法就這樣幹 就是簡單講 這個風往哪裡吹 然後人就往哪裡倒 就揣摩上意 是不槍斃人 蔡英文是支持廢死的嘛 所以我就盡量符合他的意見 只槍斃兩人 我聽警察講個話了 我覺得很悲哀警察 高層 前一陣子徐國勇部長 蘇貞昌院長跟前署長 然後為了人事案可以吵成那樣 那院長支持署長 然後孤立徐國勇 那為了警察 然後身手 黑手院長 身到這個警察高層局長的調動 甚至分局長 這個警察還有紀律嗎 上梁不振下梁威 基層高層這樣幹 沒有人要好好做警察 誰的關係好誰上 拼派系嘛 可以這樣幹嗎 好再來 那基層呢 用槍時機啊 剛剛將軍講到 什麼叫用槍時機 今天我們也不鼓勵像美國那樣 然後有族群 白人把黑人打死 這可惡 這台灣呢 人為刀主我為魚肉 刀主就是個嫌犯 魚肉是警察 今天碰到危險的情況 只有兩個選擇 開槍跟不開槍對吧 我跟你講開槍進法院 不開槍進醫院 甚至到二兵去了 死了多少警察 還要怎樣啊 國家亂吃用重點嘛 這是大的概念啊 我再拉回來 然後跟選舉有什麼關係 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 從三十年的封存 疫苗採購的價錢 從殺警案 等等 從柬埔寨 台灣奇怪 台灣是每年經濟成長很高嗎 那總共GDP十五兆 你知道百分之七八十的 幹嘛呢 他好 少數是五兆電子業 老闆賺錢 然後呢 很多錢也很可能在港澳台 在在地在賣土地 在帳上富貴 然後呢 那另外七八十 七八十%的人 分那個剩下GDP的十兆 百共百业都賺不到錢啊 這是個大問題 今天台灣現在M型很苦 沒有任何希望 房子買不起 零到六歲國家養 沒有徹底執行 就這些人為什麼要去到國外 因為台灣真的很難賺到錢 這是個 我想大的原因 因果關係 好啊 然後那民進黨的政府呢 用一招就可以了 那叫做那叫什麼呢 叫做上馬 打天下 選舉超厲害 下馬你要治天下 你要把國家治理好 回到內政 回到治理就是最弱項了 當現在 再打抗中把他有用嗎 效果大減哦 夏立言去有沒有被罵 當然有嘛 射飛彈射程那樣 比超過199595年的危機更大 那現在覺得 大家覺得麻痺了 而且烏克蘭戰爭以後 有非常微妙的變化 我說俄烏戰爭之後 就是戰爭有和平嘛 當然我們要互主權 國民黨要加強的地方 可大家也怕打仗耶 烏克蘭戰爭之後 對美國派不派兵 五十幾趴 認為他不會派兵 三十幾趴認為會派兵 就簡單講 我們 整個美中台三點關係 壓寶 壓錯邊應該是等距 你搞到完全親美 好 那再再拿回來 接下來 陳之中會不會當選 你很關心這個問題 大家都關心 我看喔 內政這樣子搞下去 大家覺得說那既然 藍營分裂 應該他一定是漁翁得利 我看也不一定喔 所以你要看 簡單講 你在登記 因為他8月27 8月28 黃珊珊要辭職 我們看第一個會不會跛腳 他跛腳之後 所謂的棄保 我們第一個觀察點是 當現在 黃珊珊拿走 二十五趴的國民黨的票 拿走民進黨十五趴 這十五趴潛率的票 會不會還給陳時中 我們要密切的來觀察 那再來呢 政黨制衡 你問我說那二十二縣市 甚至台北市 那怎麼選 誰會贏 大家非常關心 你知道民進黨的潛率 你要瞭解他的心喔 那時候國民黨一黨讀到 黨政軍特黨傘 哇那時候上千億的黨傘 那叫做 那個蔣介石蔣經國時代 跟前段的李登輝 那時候真是超級無敵強 那民進黨選民 也很有正義感喔 那叫做反威權真民主 拋頭如灑樂血 有很多槍斃 有很多黑腦等等 所以他的選民 是天生有正義感 是反骨的你知道嗎 是對抗威權的 那這些潛率的選民 他在想什麼 為什麼潛率那一塊 不管不表態 或是甚至投給黃三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些潛率都不談 就意識形態 就支持台獨 支持民進黨沒有問題 而講究制衡 他們不希望國民黨亡掉 你知道嗎 他不希望在野黨太小 最大在野黨 所以他們可能投票的時候 2024會投給賴清德 會投陳建仁 可是在立法委員 同一天投票立法委員 所以創下了一個 政治學上一個奇蹟 政治學上其實就投票的 一致性 總統民進黨 立委區也是民進黨 最多 那個部分區投給 實力或是基進黨 有可能 給小黨一個機會 可是特別是地方選舉 連立委都變 同一天投票行為是 可能會分裂 第二更重要的是 地方選舉 很多潛率的選民 跟中間選民 特別中間 是吃了滲頭鐵了心 當然我們國民黨 也不夠爭氣 我們要再努力 是因為基於制衡 民進黨太大太強大了 國民黨太弱小 而他知道 當黨太弱小 希望是個5545的政黨 國民黨執政 民進黨執政都55 落到然後 只有在野也有45 那所以這次的縣市長 我認為是 很多這種票基於制衡 是中間選民會投 甚至權力都會投 那叫做 那叫什麼 叫制衡的政治的 基本的ABC 所以這選民 是國民黨 當然自己要做好 要承接這樣的票 基於這幾個原因 一連串的 我最後一句結論 一連串的事件以來 從疫苗 封存30年 從沙井案 從柬埔柏 在總統 治國無方 是大大的衝擊 陳時中 跟22縣市的選情 我先給這個 事件議員回應一下 你怎麼看 這個小平的這個說法 這個事件 他認為說 可能真的在這個選情上 會造成一些這個變化 那陳時中 可能搞不好 會被這些 內政問題給拖累 您的看法呢 小平的評論 非常的尖銳 也很精采 雖然有一小部分 我不接受 但是我覺得他整個評論 確實反映了現在社會的現狀 也值得我們執政黨 來做一個檢討改進的依據 那我先說這一次的事件 我先說第一點 柯文哲的反應好了 柯文哲竟然第一時間就說別一下子就喊死刑 然後就來K我們執政黨 就是說平常都不討論 平常很多事都不做 我先說我柯文哲這麼講 尤其他是講風涼話 此時此刻有兩位員警 這麼盡責的去執行他的勤務 結果被壞人這樣如此殘虐的把他擊殺 這實在是人間的大悲劇 結果此時此刻柯文哲竟講一些風涼話 好像事不關己 但是你如果看柯文哲 你先管好我們自己臺北市好不好 尤其我就舉我們臺北市 從一百零三年柯文哲就任他這個執政以來 到現在統計到今年的七月 我們光是發生的刑事案件數 導致的市民死亡人數就一千零一十九個 這七年多將近八年來 受傷人數六萬三千五百三十八位 也就是合計我們臺北市民 這八年來刑事案件死傷人數六萬四千五百五十七位市民 那槍擊案件呢 這些刑事案件裡面有那種槍擊案件的 導致市民有六位死亡 有五十四位受傷 對 合計六十位市民在這種槍擊案件裡面死傷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臺北市的警方被授以的權利 來使用警械是什麼樣 尤其光我們臺北市使用槍械的這個統計 就這八年的統計總共開槍啊 三十一次其中對空鳴槍二十一 對空鳴槍二十一件 另外非對空鳴槍十件 也就是說也只有二十一件 有實質的涉及自止暴徒的行為 你看我們警員長期在這個警械使用條例 這麼嚴苛的情況下 他們警員害怕被追究後續你開槍的責任 以及後續應付的賠償責任之下 警員都非常小心戒慎的在使用警線 在這麼高這麼高度的六萬四千五百五十七位 市民受傷八年來這麼多的刑事案件下 這個情況下 因為他們只有對空鳴槍二十一件 非對空鳴槍實際涉及只有十件 所以這就是臺北市的現況 臺北市的現況跟整個全體 我們臺灣目前治安界警察 我們白道使用的槍械以及警線的方式 執法的方式 跟我們全體國民受到的損害 其實大概是同等比例 所以柯文哲你有什麼好自豪的 我們身為首都臺北市 如果你早就認為說這是長期的問題 那你應該在我們臺北市把它管理好 同時每個禮拜一次的行政院會 你應該據時已告 跟行政院一起共同來討論 結果你從來沒有負之缺爐 反而對這一個部分槍械使用 兩年多來一直努力在爭取 也提案也在立法院表決 現在已經快表決通過了警線使用條例 反而是內政部長徐國用 他長年就主張應該要免除 我們警員適當時機使用槍械 後續責任 讓警察在使用的時候 沒有後顧之憂 反而是內政部長徐國用 他長年就主張應該要免除 我們警員適當時機使用槍械 後續責任 讓警察在使用的時候 沒有後顧之憂 今天他更提出說 警線使用條例的修正裡面要加入 外來警線使用後續責任 應該由國家賠償來負責 應該由國賠來負責 這都非常好的 那尤其你說這樣子對我們全國二十二縣市 今年度的選舉會不會有影響 我覺得我就必須先談說 怎麼樣才會有影響 就是人民要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人民要的很簡單 我們要的就是四個字 公道正義在我們現今社會 在犯罪的案件這麼多的之下 我認為正本清雲之道 就是什麼罪 重罪就該重罰 清罪清罰 怎樣的罪名 罪與罰要成一個比例 該執行死刑就該執行 不必再多所考量顧忌 我當然同意給這些更生人 一個重新的機會 但是政府在外衣間的這個部分 給你吃好 給你住好 給你一切人道的待遇 結果林姓吳這個人有救嗎 他不但不感恩 他選擇了逃獄 然後之後還做出這樣 人神共憤這樣的一個事情 而且這個人狡詐到一個什麼程度 這種人真的還有教化的可能嗎 我就請教他這個尾行 這個其實有很多人 很多人甚至是個媒體專家 看到整個這個行凶的過程 發現這個嫌犯的肢體語言 還有他的這個佈局裡面 心思縝密 這個狡猾到一個極點 甚至這個警方 一路在追蹤的時候 很多人都認為 他根本就是故意把警方 引誘到這個墓地這個附近去的 然後他躲在草頭裡面 突然攻擊警方 所以這個關於這一點 這個韋航你怎麼看 還有這個很多大家都在分析說 這個嫌犯其實有很多 不尋常的動作 您認為呢 好的 這一次事件 大家有兩方向 第一個是外衣間 是不是管得太爽了 像我相信很多國軍弟兄 非常不滿 不要講說準時收假 提前半小時回來都被罵得半死了 結果有人在外面跑了一個禮拜 檢獄方面指說 這個是淤架而已 淤架 那我當兵不如被抓去關 那時候我們以前在大阿兵哥的時候 還跟阿兵哥說 你讓一家不歸啊 把你會被抓去關 這樣講現在誰會怕 我們的國軍那麼辛苦 剛剛我們講他們的伙食 一點都不輸給我們國軍 可能還更好耶 那是一定超越國軍 他也太誇張了 氣死人了 還有分厚甜點 每天菜不一樣 好 但是我們來看 另外一個大家關注的 就是這個警線使用條例 它的邏輯到底在哪裡 因為大家可能看法條 或是這些修法的 相關的一些說明可能看不懂 它的意思大概分成三大塊 那其中三大塊 第一塊是說 警方如果來不及使用警線 你可以用身邊的任何東西 當作警線 什麼意思 我原來警察只能用警線警棍 我配備的東西去跟歹徒搏鬥 今天我拿一個石頭 撐他的頭 也許我們國家政府 就不會幫你賠償 變成你用了一個其他東西 去打傷人 所以修法是說 警察可以拿身邊一切可利用的東西 當作警線 國家會去保障你使用這個東西的 相關的 後續的什麼 後面又有另外一個修法部分就是 國賠的部分 如果警方誤傷 有時候亂槍打到了誰 造成什麼後續損害 國家的負責任的比重 把它加大 你就用槍 你就不用特別拉一怕 說什麼 我會不會打偏 我會不會把人家打受傷 我會自己賠不起 這個部分 就是這一次的警線使用條例 它原本現在卡在立法院的草案 不過國民黨的招委一直不排案 所以109年送出去到現在 它還是卡在那個地方 那經過這一則事件 也許可以趕快送 但是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這整個時間軸來釐 那這個使用警械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用槍不能立刻打嗎 我們警察是訓練不夠呢 好 我不是要先說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時間軸 其實警方報案在那很快 10點半的時候 民眾報案我機車不見了 立刻追 追到11點10分的時候 各位你有報案經驗警察要出去 要去找各種相關資料要調 他11點10分的時候 他就已經發現 人大概是在公墓裡面 在述從這個區域 我們他也搜索 那依照這個時間軸 他就先撂倒了圖姓員警 那他是用彈簧刀 近距離的去搏殺 好 那接下來兩分鐘之後 林賢看到了曹姓員警的車子抵達 開始曹姓員警據說是有去衝撞 嘗試衝撞 然後林賢就開槍 開槍之後雙方又搏鬥 因為曹姓員警他沒有配槍 他是用辣椒水 然後雙方有搏鬥 才會有發在砍的速食刀 這種狀況 聽說那個嫌犯可能只能 想說你給我下車 你給我下車 他也要逃命 詳情也是要看到時候的 看有沒有能盡量還原 這個都只是在還原 對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遠景一定有搏鬥 所以才會有砍那麼多刀 因為他就是一直有反抗 一直在扭打 好 那到了11點53分 8分鐘之後 就已經有資源警力抵達 可是當事人就已經跑走了 好 那我們可以去問說 到底能做什麼 如果我們現場有更多的武器 或者是遠景可以試用其他 比如說車上隨便拿什麼東西 我都跟你搏鬥的話 也許狀況就不一樣 這就是修改幾些使用條例 很重要一點 但當然這邊有提到了 像這個可以也使用 所謂的電擊槍 這個是比較近距離的 它就是比較近距離 它會打出那個可以電擊裡的 那個相關的器具 你只要靠近它 這美國已經在大量使用了 但是通常來說也需要多幾個遠景再來使用 再來去搭配手槍 知識手槍的使用 當然知識手槍也有人問說 為什麼這一次遠景一開始有配槍 還是會被奪槍呢 這邊提到一個 大概是講的21英尺法則 意思就是說 如果人家靈米是21英尺以內 大概6公尺多的這個範圍的話 你舉槍要去打它 可能是比較來不及的 也就是說你頂多就可能打到它的腳 或者是一些比較沒有什麼殺傷力的部分 而它的刀子可能已經先殺到你了 從這個動作看起來是有可能 因為當時我們的遠景是對空鳴槍 如果以這個影片來看 它對空鳴槍說 它整個人就衝上來 根本來不及 對 那這個還是正面 如果是偷襲的話更不用講 偷襲的話你可能更來不及拔槍 所以我比較強調 這個大多數人也許沒有實際搏落建議 但大多數男性都有當過兵 很多人說什麼年代還有衝鋒前進 當兵還在上刺刀衝鋒前進 這個真的有用嗎 實際上還真的有用 因為你用跑 跑得夠快的時候 人家拿槍特別是長槍 來不及瞄你 你就跑過來 他衝過來捅你還真的是蠻難反應的 就是會有那個震撼的效果 所以大家必須要認知一點 當這個嫌犯他是有殺人意圖的時候 而遠景只覺得他是一個竊賢的時候 的確可能會反應不過來 所以如何去調整整個背後 包括訓練的機器還有右槍時機 還有用槍倫理 用槍倫理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是你不敢用 你怕打了 我要賠錢 我會被抓去關 我還是要打怨 對 那有些像越 這個之前有越南移工 軟國飛案 去圓警 砰砰砰砰砰就連開十幾槍 人家不需要開那麼多槍 什麼都沒有 光個身體你也開到十幾槍 這也不行 所以怎麼樣去做一個最好的訓練 去拿捏一個適中的狀態 我覺得是接下來後續的教育關鍵 那當然有些人說 那不然就我們就開放警察 這個就是由 類似不想像前天徐國勇都說 就是大膽用槍 這國家來扛 大膽用槍的確 這個在昨天 爐州發生的那個小屁孩 高直升在街上叫囂 遠景立刻前往現場 兩個遠景立刻惡化不說 如果現場你不可能聽話的話 因為這些小屁孩 就三重爐州 大家都知道比較兇一點 比較兇一點的這些 這個就不聽警察的規勸 警方惡化不說的槍就拔了 對空名槍 一個打了兩槍 一個打了三槍 這些屁孩 立刻就安靜了 馬上安靜下來 立刻就噴下來了 所以就有鄉民說 這些猴子 就這些孩子 不是猴子 這些孩子 就是鄉民習慣叫這些 比較屁的叫猴子 這些猴子 打了槍開了就乖了 但是 對空名槍還好 對空名槍當然還是有點危險 因為子彈掉下來 還是會打到人 就是盡量不要 但是有人說 要不要學 亞洲最猛 菲律賓 亞洲最猛 菲律賓 他甚至是世界最猛 但是大家對他比較熟 因為就在台灣下面 大家知道是杜特地上台之後 他的授權 對付那些毒販 直接槍就開了 這個開槍就是 證明了公權力的存在 我們要用槍支 就是彈藥 來證明我們菲律賓的這個 法治國家 他的法治理念非常特別 好 那當然呢 這個菲律賓警察 因此就大量開槍 有非常多的毒販被擊斃 但也有所謂 濫用警槍的問題 像警察跟鄰居開槍 就吵架了之後 就立刻開槍 還打死一對母子 這就有些問題 那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 這些菲律賓警察在做什麼呢 因為他們太常亂開槍了 所以他們宣布在百姓面前 為了讓大家好好過一個新年 我們進行封槍的儀式 過年期間 警察終於不會亂開槍 讓大家有一個平民安安的年 可以在家裡 安心放煉火 放個鞭炮 這麼誇張 所以菲律賓 我要再強調 這個封槍儀式 還是在杜特利之前 所以他們原本就有一些 濫用槍支的情形 那我必須要強調 過語不及都不好 我們還是要去拿捏出一條 比較中庸的道路 真正能夠確保 遠景的安全 又能夠確保法律的執行 我認為接下來 大家不要再因為有案子發生 才來討厭做案 討論這個執行辦法 現在就認真 如果要送 雙方現在就先討 不要到立院 又在那邊協商 又在綁那個 真的不要這樣子 遠景的性命 還是請大家放在最優先的位置 不過這兩天網路炸過的 當然是外溢間的生活曝光之後 很多網友心裡不平 什麼時候我們相對剝奪感 是要去跟犯人比嗎 住得那麼好 吃得那麼好 然後這個 還有高爾夫球場 隨時可以用 還有什麼泡茶區 一般人家裡 哪有這麼開心 所以請教這個學委 所以大家現在開討論 外溢間到底是什麼 什麼樣的人 可以去被發配到這個外溢間 而且講到這一名林信吳 你對他這麼好有用嗎 也有這種人 他到底憑什麼 去被發配到這個外溢間 而且另外就是 講到這個林信吳 昨天 警方這個口袋戰術 把他抓起來那個畫面 好多網友說 我們的警方其實很厲害的 其實我們誰可以去外溢間 就外溢間有什麼標準 是一個林選標準 可是這一次這件事情 這個兩名員警 殉職的這些案子 其實暴露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對 你其實把外溢間 因為外溢間當初設置的目的 我沒有圍牆 我不用手銬腳樓對不對 因為你有那個圈回實據 就是告訴說 對 你要懺悔的 對 這個人可能 可是我覺得每次都講這些 都是幹話 因為就像以前都可教話 或者有悔意 這些全部都很空泛 我現在是不是說 我在監獄裡面 我天天操心精 或者是幹什麼 這個很容易就是可教話 其實就在比演技 對 你今天有的人叫他哭 他就哭不出來 他心裡很懺悔 就哭不出來 有的人隨便動一下 他家的眼淚就滿臉對不對 那你覺得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悔意 你從哪邊去觀察 他們講 我們長期跟他相處對不對 那長期相處 你也不知道他真的是 裝的還是怎麼樣 對 有的人就很會裝 所以今天外溢間 他有一個累進處域的分數 就是你今天在這邊的表現怎麼樣 他有規定 如果行期七年以下的話 你只要累進處域的分數到了那個 第三級的話 你就可以申請去外溢間 這個是零選制度 七年到十五年的話 就到第二級對不對 無期徒刑的也可以 你只要可以到第一級 累進處域到第一級 那你現在這個評判保險 是不是很空泛 對 有監鎖人員來在那邊打分數 天天在那邊打分數 你今天如果比較有盤子 跟這監鎖人員盤子好小 大家加一分 你也可以加三分 所以很快就達到那個分數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零選制度 是一個人為的方式 沒有一個客觀標準 那接下來你到外溢間裡面 吃香喝辣對不對 人家講說在裡 沒有喝辣 就可能辣椒 它裡面吃得好 我昨天有講過 還可以吹冷氣 對啊 現在在監獄裡面 最大的福利 尤其是最近今年 這個夏天這麼熱 你可以吹冷氣 是最大的福利 你知道 所以這個外溢間 誰可以外溢間 我講虛實在話 你去Google看看 誰住過外溢間 你把他們的身分 把他們那個地位什麼東西 比對一下 你就知道 剛才我講的這些東西 是不是都真的都幹話 對不對 太誇張了 而且這個零選標準 真的好好檢討 所以這個時候 當然要檢討 剛才也講到說 怎麼警察 這個怎麼執行標準 等一下 我說只要警察就是 治安跟交通嘛 我們應該學學美國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很多警察 下去 他不顧自己危險 下去的話 就會發生很多事情 好啦 那我們這一次 講說抓這個零幸福 警方不費一槍一彈 有一個畫面大家看了之後 真的是很強 感覺這警察真的很厲害 這真的很厲害 對不對 你看他們昨天 剛開始在圍捕 你看這個街道上 安安靜靜 一個人都沒有對不對 對啊 突然間看到這個零幸福 多靈密的小鎮 一個人讀博星 你看那個車窗突然出來 這個還沒什麼 等一下對接啦 旁邊啦 一口氣 我跟你說 四五十個警察 一用學生 你有看到嗎 而且這個嫌犯 在過程裡面 完全沒發現 這麼多人耶 這才厲害 其實這個警察 警察為什麼他們在 常常在圍捕嫌犯的 一定要用一些方式 你知道嗎 其實這警察可憐 苦就苦在這邊 我以前常常跟著警察 去逮捕嫌犯 我說那警察真的很可憐 你看這些警察 我們沒有看到人 對不對 他們是停在路邊的車站 不是在車上找人去 那個車子不能開 那個車縫只能開 一小縫而已 這個天氣他在裡面 你知道他坐到這邊 坐兩三個小時 你知道嗎 對車子不能開著 不能啟動 不能啟動 一發動的話 就會發現 那廠的過程 好辛苦 現在還這麼多 所以在跟你講 你看我以前常常跑 我都講說跟警察去抓 最簡單的就是白冰冰 那個時候那個白起來 他在交俗款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個警察還要戴假髮 忠誠女生 穿洋裝有沒有 趴在旁邊 坐在旁邊當他的助理 另外一個是 抱著物資衝鋒槍 跪在那個什麼 後座裡面 一天出去的話 就六七個小時 你知道嗎 後來回到對部的時候 是人家把它扯上扛下來 而且我第一次發現 我有密集恐懼症 是怎樣 你知道 是有一個警察 他躲在那個 因為那個也是 擄人的署案 交付署款 你知道他躲在那個草叢裡面 那也是夏天晚上 後來他躲了四個多小時 回到對部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他的全身沒有一處完好 那叫蚊子頂得開 我那時候才到密集恐懼症 還不能叫不能抓 對啊 看了我就怕死 你什麼叫體無完膚 就是這樣 這跟警方有很多發生 這種方式在抓人 你如果形成那種 知道他們的辛苦的話 你真的要跟這些警察致敬 那當然有一些壞惡警 貪警 這個壞了一鍋粥 老鼠屎 這個我們當然就不要理他 我們要把它揪出來 可是其他 絕大部分是好的 對 其他部分的警察 真的是用命拼搏 在維持治安 沒錯 我現在講的就是這個 2004年的一個案子 在台中的時候 你知道嗎 這兩個 這個當時就是有個 黃信商人 被人家綁架你知道嗎 那綁架 後來就打電話說 交付署款 就在台中中港路那個地方 你也知道中港路 很老的對不對 你知道那警察那個時候 為了要抓這個 這個大夫 要來交署款的時候 警察那個時候 還分成什麼隊 你知道 機車隊 機車組的 計程車組的 還有路人 夾椅餅丁組的 就是在附近 就是像剛才一樣 他就躲在附近 混在人群裡面 有人騎摩車 有人在計程車對不對 他就是為了要說 歹徒你只要一現身 敢出來拿錢的話 我馬上就抓起來 好啦 那個時候就是這個 黃敬傑跟這個三民兩個 兩個人就出來 就是要去拿署款 因為他們勒索的時候 是五百多萬現金 後來他拿的時候 警察一發現說 他拿了署款對不對 而且交款已經 安全離開之後 哇 那警察一擁而上 開車撞你知道嗎 撞了之後 可是裡面這個 施安民很狡猾 因為黃敬傑 馬上被壓制 就被逮捕 這個施安民就很狡猾 他就開始跑 跑到那個人群裡面 警察在後面追 又不敢開槍 你也知道那個 中港路中午的時間 有沒有 那家裡吃飯的 那多少人你知道嗎 你開槍來去拚到人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警械使用條例真的 你不要每次都要求警察說 你開槍打輪胎打輪胎 我跟你講不是每個警察 都是神槍手啦 對 而且那麼狀況緊急的時候 對啊 那個槍開出去的時候 子彈要怎麼走 你根本都不知道 對 真的 所以那個時候警察不敢開槍 那怎麼辦就開始追 圍捕他就把他趕進去 一個巷子裡面 那可是進去之後你知道嗎 第一個進去的那個刑警 叫做李靖復 他就在那個現場等著 要看那個歹徒怎麼跑的時候 有沒有 突然間一槍 因為什麼 施安民躲在那個角落 對著他就一槍 一直在打下去 你知道嗎 那個胸口那個血 聽說那個時候 看到那個錄影畫面 記者在那邊拍的話 那個血好像噴泉一樣 這樣噴出來 哇 所以一堆人就嚇到說 哇 這中槍還噴這樣噴 一定一點就刺起來 所以那時候就同桌體驗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小隊長叫葉錫才 他說哇 那同仁被殺 他一定不能放過你 一定要把你抓到為止 他就跟他後面一直追 後來追到一個那個樓上 空屋的樓上有沒有 那個歹徒也會很假的 他就真的又躲在旁邊的角落 等到他樓梯上來 聽到腳步聲的時候 對著他就開槍 就猛轟你知道嗎 所以那葉錫才也是頭部中彈 所以你看 後來雖然去急救了 還是救不回來 所以你看當場就造成 兩個員警殉職你知道嗎 後來怎麼辦 大批員警回來就把他圍在樓上 你知道那個時候 準備了什麼 維安特勤隊事後他 為什麼那幾年 台中市的治安非常不好 廣商周國不是有孕婦被槍擊嗎 而且那時候很多槍擊案 都發生在那段時間 所以維安特勤隊 那時候常住在裡面 所以這個要圍補這個事情 維安特勤隊加拼力小組 一堆人全部在至高點 全部埋服 固定好之後 鎖著他 可是那個台服 這個市安民都公民公民 因為那時候那個 那個正式隊的那個隊長 就是二分局的刑事組長 就是林文武 他就上去要去談判 還拿水給他喝 還近距離就兩個 為了要告訴他說 我沒有帶槍 兩隻手舉起來這樣 可是一靠過去之後 講到最後他們要求說 你先釋放漏票 等到釋放漏票安全的時候 他以為他應該漏票都放了嘛 應該你會答應我 讓我把他帶回去 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那個 那個三民就很狡猾 竟然看在地上 有一把警槍 就是剛剛夜襲才掉 那把警槍 竟然把他搶起來 就對著林文武 就開槍 所以他那時候 一開槍 槍一開的時候 打動林文武的手 對不對 可是你看外面一堆 那個什麼 維安特勤隊跟那個 霹靡小組 槍早就對著你了 你知道嗎 那你還敢射擊我們的組長 真的 大已經火了 頓時那個槍聲大作 那個時候很多記者 在外面連線 嚇都嚇死 那個SNG車 那個記者 那個攝影機在那邊 整天記者走得好像背著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跟放鞭炮一樣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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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出去你知道嗎 後來一查之後 因為這個施安民 當場被擊斃 你知道嗎 他全身中了28發子彈 35個彈孔 就是有的把他射穿 所以這件事情 才這樣過去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 李進步葉錫財 雖然他 訓職之後 每年都有人記得他 去冥懷置疑 對不對 死後說真的是 被擊哀龍 可是被擊哀龍 有什麼用人都死了 對不對 所以他覺得說 現在我們的警協條例 已經躺在立法院裡面 一年五個月 除了說 你今天說所有的那個 事後的那個費用 賠償費用 有國賠來處理之外 其實警界使用條例 你應該要放寬所有的 任何情況之下 不要再要求說警察 一定要什麼 對空鳴槍 或怎麼樣 你只要遇到緊急危難的時候 就開放警察 可以使用警槍 不過講到最近連串的大事 到底會對國內的這個 年底的選舉 這個氛圍會不會有改變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之前 我們先來看 中國才真的可能要發生 驚天動地的大事 這幾天這個 怪了 中國 居然這個中國人民 現在反習聲浪越來越大 而且越來越名的嗆聲 甚至連這個什麼 習下禮上這個傳聞都出來了 不管是真是假 在中國這種地方 要傳出這種傳聞 那就表示很鬼異 韭菜不忍了 韭菜也忍不住了 等一下來跟各位說 韭菜發生什麼事 但這兩天這個傳言 我一直認為這個傳言 應該是假的 首先先來跟各位介紹 全世界最大的幫派 你猜是哪一個黨 我猜中國共產黨 沒錯 中國共產黨到今年七月 七月底的數字 我們攔截到最新的 七月底的一個數字 九千六百七十萬人 然後他們的相關組織 從上到下 從中央級 政國級 政部級 省級 縣級到各鄉里級 453萬個各級組織 那很多人會說奇怪了 怎麼會這麼多人呢 先跟各位說 中國那個地方很神奇 你必須要先入黨 才能夠認官職 所以他們官職在開除的時候 有個特殊名詞叫雙開 雙開的時候會先開除黨籍 那為什麼呢 你不是共產黨 當什麼官 所以開除職務 雙開 開除黨籍 開除職務 這些你弄懂的 來聽下面你就知道了 最近傳出來 到了二十大的時候會 李上席不下 什麼叫李上席不下呢 李克強往上升 但是習近平呢 他不下去 他會做第三任 然後呢 他據傳呢 克強會當總書記 那各位 我們去了解 剛才那個架構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看習近平現在的身份 習近平現在的身份 大概是全世界權力最大的身份 他比普丁的權力還要更大 為什麼呢 因為他目前是中國總書記 然後中國國家主席 外加中國軍委主席 那軍委主席下面有兩個副主席 下面的兩個副主席 再往下走 才是國防部長跟四軍部長 他們有四軍 所以先跟各位談 以整個李克強來說 過去的李克強 胡錦濤這個叫團派 什麼叫團派呢 你從共產黨地方 然後各地選上來 胡錦濤跟李克強 都是審扶期的狀元 據傳都一目十行 過目不忘 哇這麼厲害 但各位 你們這些人就打工了 什麼叫打工的呢 因為過去先來談 為什麼是習近平 因為整個鄧小平留下來的 的話是什麼呢 因為鄧小平一輩子被被犯三次 所以他就說了 我們的子午先不會爬我們的墳 所以一定要紅派子弟 就是說太子黨才能當老大 那既然是太子黨才能夠當老大的話 憲哥各位說 團派就打工的嘛 那怎麼可能把總書記上出去呢 總書記是共產黨當中最大的人嘛 但現在的共產黨呢 心中其實是有疙瘩的 這個疙瘩是什麼呢 找習近平 習近平籠包嘛 所以最近先跟各位談 最近是鄧小平的名單 然後大家很想念鄧小平 所以我們就發現了 哇這個好大的場面你知道嗎 先跟各位說這下面滿滿都是人喔 然後這個是鄧小平 你呢就在追思他就對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改革開放大家有飯吃嘛 那這幾年呢 這幾年那個飯碗越難越難拿 被習近平搞死了 很多很多複合的因素 但我們不得不說 習近平真的是不太會治理國家啦 但現在韭菜不忍喔 為什麼呢 最近呢就在整個北京喔 出現了一種所謂的特殊行為意識 你知道什麼嗎 他們不是在做核酸檢測嗎 核酸檢測有不一樣的核酸檢測庭嘛 結果呢那個核酸檢測庭呢 在不同的地方 先跟說很費工的 特別貼喔 第一個貼一個三 然後第二個貼一個年 然後第三個貼一個樂 然後第三個是我 然後再來呢 以麻木樂 然後先跟台喔 他就照地圖牌 然後另外一個呢 上面呢直接不寫這麼複雜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不行為藝術了 他就寫不自由無寧史 那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大家因為核酸檢測 搞得大家頭文眼花 北京的暗地裡面 在抗議日子真的難過嘛 那日子是不是真的難過呢 先跟各位說真難過 那為什麼真難過呢 因為今年喔 我們常常跟各位說過 那個叫三雷封頂 我們台灣人叫五雷封頂 但是他們現在叫三雷封頂 哪三雷呢 第一個防疫限制 這個大家知道嘛 對 房屋的思緒 過去呢 中央不管地方財政 地方財政呢 拼命賣土地 拼命賣土地 避免我們整個房地產公司 大家互相來互相去 可是現在呢 各位 找不到最後一隻老鼠啊 民眾變窮啊 房子也賣不掉 但想不到現在的高溫缺電 這一波的高溫缺電 成為了推倒中國經濟的最後一個 所謂的最後一個壓力 最後一根稻草 那問題是 這些問題呢 哪一個解決了 沒辦法 沒辦法 先跟各位說沒辦法喔 那沒辦法情況之下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中國經濟真的大崩盤 前幾年大家都知道嘛 中國很多那種新創科技 賺超多錢 對 可是現在呢 擠不出來啊 今年以中國來說的話 大概就剩一個做電池 汽車電動車電池的寧德時代 稍微還能打 其他都不行 我們現在看小米喔 小米的獲利一口氣暴跌八成 最近裁員 但裁員他裁員的還好 裁員900多人 這個算還可以接受 但騰訊 騰訊先跟各位說 騰訊就冤了 為什麼呢 因為騰訊是被共同富裕打倒的 然後政府呢 就在你身上亂捅刀 一下子不准你做廣告 一下子不准你用手遊 一下子學生不准打電動等等的 所以他們也衰退 他衰退完之後呢 也不需要那麼多人 又裁員了五千多人 那現在對於中國來說 現在上班變成一種苛求 好想上班喔 可是沒有地方去 那好 過去中國叫世界工廠對不對 現在不是了 現在這個叫前有男後有虎 為什麼呢 想不到這次的iPhone14呢 印度一路追一路追 現在幾乎追到跟中國差不多 然後呢 目前中國大陸的整個產能呢 很多人都想說 這邊最好對不對 沒有 對美商來說 我要安排第二生產地 所以印度現在呢 大幅縮減跟中國的一個差距 簡單說白話文 中國能做的印度也能做 那我幹嘛一定要在你中國做 而且中國現在比較麻煩是 中國這一波如果 電沒有辦法解決 很複雜 複雜到 連歐美今年的耶誕節能不能過都不知道 因為現在是出貨忘記 有耶誕的出貨忘記 感恩節的出貨忘記 沒電啊 怎麼生產 然後呢 不管 先跟各位說齁 民眾沒飯吃你家的事 沒電你家的事 經濟不好你家的事 這個也算另一類的世界奇蹟了 這個在大連造船廠 先跟各位談喔 我為什麼說差一台就一手了 你知道嗎 一手是日本人所做出來的 又請你知道一手啤酒是幾瓶嗎 六瓶 那為什麼是一手呢 因為一打太重 正常人拿不動 所以一手剛好六瓶 所以這個拿起來叫一手 可是各位 大連造船廠神了 裡面一台洞五二 兩台洞五二 三台洞五二 四台洞五二 五台洞五二 國家窮得要死了喔 他的海軍還是像腳石一樣 一台一台的下 所以我們說差一台就一手了嘛 一次五遭動五二滴喔 那為什麼是動五二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其他的動五五做不出來 動五五他們的引擎跟誰拿的 跟烏克蘭拿的 烏克蘭已經說了 我們目前現在的狀況 沒有辦法供給各國 但動五二可以有辦法國造 那這次他們的動五二又改型喔 後面可以停攻擊直升機 但是戰艦一直下 像下腳石一樣喔 日本已經下戰鐵了 日本現在一口氣把他們的國防 預算拉到台幣一兆兩千億 你威脅到我啦 不是威脅到 真的K下去了 真的K了 我們的經濟海域第一個 就在八月被你打到了 然後去年你繞我們日本一圈嘛 今年又繞了一圈嘛 日本人忍不下去了啊 那日本人的做法是什麼呢 一千公里的飛彈 我要做一千枚三年內 日本國造 那日本國造的意思就是 我不看其他國的眼色喔 但最近呢不得不說喔 現在真的是選邊站的時代 我們先來看今天發生最新的事情 之前我們有跟各位說過嘛 美國跟韓國最近在做演習 對 那美國跟韓國在做首爾被攻擊的演習 正常來說應該是誰生氣氣 北韓嘛 對啊 你知道誰幫北韓出氣嗎 中國啊 俄羅斯 俄羅斯喔 先來跟各位談喔 這是今天在整個 昨天晚上最新的一個消息 美國跟韓國在韓國演習對不對 俄羅斯的空軍 進入了韓國的ADIV 然後韓國的空軍瞬間馬上起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韓國空軍這次沒參加演習 這次的演習是陸上的 是首爾保衛戰 但他們叫首都保衛戰喔 但目前這地方呢 全世界最保守的一個人叫李顯龍 李顯龍在最近發表了 對整個所謂的新加坡人的談話當中 講一個重點 他說我們新加坡未來一定要選邊站 為什麼要選邊站 他談了台灣 他談了俄務戰爭 談了美中的一個對抗 但重點是嘩啦嘩啦講這麼多 這都不重要 你知道李顯龍的結論是什麼嗎 李顯龍的結論是 我們新加坡會在秉持著 國際法的前提下 各位注意三個字喔 國際法的前提下 來做選邊 那我問各位 國際法當中 台灣海峽 到底是中國內海 還是大家都可以通過 大家仔細來想一想 大家就知道 李顯龍嘴巴所說出來的話 到底代表什麼意思了 不過剛才講到 解放軍這個軍艦 像下餃子一樣 而且看到中國最近各式各樣大動作的軍演 將軍你說美軍其實是忌憚的嗎 那從哪些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長期以來 美軍叫做一超多強 就是美國是一個超級強 強國的軍事國 那多強是說包含了俄羅斯啊 包含了中國啊 包含印度這些國家 那之前在冷戰那段時間 一超是多超 就是你其他所有的強加起來 打不過我這一超 就是這麼強 這麼強 那這麼強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他說我只要哼一聲你就收斂了 對 巴基斯坦注意了 阿富汗注意了 中國注意了 注意一下 大家就說了 為什麼我太厲害了 對軍事第一大強國 對太強了 我不要出我所有的軍力 我一個航母戰鬥士軍出去啊 就讓你扒一層皮 這叫超級強國 但是在冷戰結束以後 美軍的超級強國一直在退色 為什麼 不需要花這麼多錢 想說這個一超啊 那是要花掉很多的美金 所以說美國人還是照顧經濟啊 讓我們的經濟發展 用外交的方式 用和平的方式 不要這麼強的軍隊 所以美軍也在裁軍 美軍的部隊一直在減少 尤其是陸戰隊 因為陸戰隊是負責遠征的 是負責到任何地方去解決危機問題的 陸戰隊大幅的被裁撤 那這個時候呢 你財我就家 你們開始注意經濟了 那中國賺了大錢怎麼辦 就剛才佑琪講的下水餃 那這個實力就會開始出現變化了 變化非常大 剛開始美國沒有注意 也沒有太去關心這個事 那就是低階的船艦嘛 那就是一般的這個這個軍隊 沒有關係 可是當他的一般的船艦 數量越來越龐大 龐大到一盤這個盤子都放不下 那麼多水餃了 美國突然間發現不得了啦 中國的軍艦居然比美國還要多 比美國還要多 還要多 這時候美國就心裡想 哇 你突然間讓他長得這麼大 然後呢 他又產生了威脅 為什麼 他的野心已經開始要突破第一島鏈 其實他的野心才不是突破第一島鏈 他的野心是要到第二島鏈以外 他要跟美國在太平洋上面平分秋色 第一島鏈以東 中國管 第一島鏈以西 中國管 第一島鏈以東 讓你美國 然後這條島鏈的這條線 還不是永久的 因為他有關島快遞 東風二十六 可以打到哪裡 可以打到關島 所以我告訴你 第二島鏈也不是永遠的 當西邊的力量慢慢落 我東邊的力量慢慢起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可以推到你美國夏威夷 這是他的規劃 所以美國嗅到這個味道了 我不但已經失去了一超多強的超 我甚至要被中國超越了 太可怕了 對 所以這時候 美國曾經有講說 我要要恢復第一艦隊 對 那可是第一 恢復一個艦隊沒那麼容易 五到十年來不及 五到十年來不及 來不及 恢復不了一個艦隊 因為你要有港口設施 你要有人員訓練 還有派駐的船艦 還有瞭解當地的作戰戰略 整體的情勢 你才能夠恢復五到十年 所以裁軍容易建軍難 那美國怎麼辦呢 我不能不管 你看現在美國整個在西太平洋的多少人呢 九萬人而已 九萬人 對 那加上我們臺灣十七萬人 那加起來也不夠才十六萬人啊 為什麼 因為解放軍七十五萬人 只是他的東部加上南部戰區而已喔 不是全解放軍喔 只是東部加南部 就是在 東部加南部 他七十五萬人 七十萬人 但是我們臺灣加美國 加起來是二十六萬人 太少了 太少了 我們才二十七加九 才二十幾萬人 這怎麼夠呢 而且中國就是人多嘛 人多 船艦多 飛彈多 還有呢 口水多 到處罵人 到處挑釁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開始要成立的 把日本拉進來 把澳大利亞拉進來 把印度拉進來 甚至把德國都要拉進來 所以你看 今年二零二二年 演習特別多 而且都在環太平洋 對 有環太平洋二零二 勇敢之盾二零二 最近由澳大利亞主辦的 這個黑漆二零二 也開始了 也開始了 每一個演習都超過十五個 國家以上參演 所以說美國已經 意會到一件事 要獨自用美國的力量 來跟中國的解放軍 來競爭 在太平洋 我的人力是不夠的 而且我也沒有 那麼大的資源 所以說美國開始 整理整個聯盟 要把印太組織結合起來 甚至要連到北約 所以人家說印太叫小北約 不是印太叫北約的延伸 北約的延伸 對 印太叫北約的延伸 是把歐洲的北約 一路延到日本 化成一個微笑 難怪德國法國軍演都來了 是 德國的颱風戰機 飛了二十二個小時 它也一樣飛到亞洲來 最後降落在日本 要讓大家知道 德國這次也不缺席了 因為德國這次被烏克蘭戰爭嚇到了 原來不說話 人家不會不打你 不說話打得更用力 所以這一次在臺灣周邊的演習 大家發現你看 所有的演習 都是在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中進行 為什麼 真的 美國一直在想 到底中國要什麼 大家很多人說解放軍 是不是要統一臺灣而已 不是 不是 統一臺灣只是它最基礎的一步 它的第二步是要征服全世界 征服全世界 對 就是跟美國爭霸 你憑什麼美國人說了算 你西降東升 西邊的力量慢慢下去了 我東邊的力量要起來了 東方再起 中國夢要出來了 那大家覺得 那你要跟美國爭霸 其實還不是 還不是 還不是 還不夠 還不夠 中國的目的是什麼 要征服全宇宙 還征服全宇宙 為什麼你知道 它在貴州做了一個天眼 那個天眼多大 比足球場還要大 專門用來接收外星的訊號 他想要跟外星人溝通之後 用外星的力量 變成整個太陽系的盟主 大家都知道他別這麼幹 還是怎麼幹 是 英國說你別鬧了 這個外星位置的力量來了 可能會毀滅地球 美國也說你不要鬧了 可是他們還繼續在做 真希望他們不要再鬧下去了 因為你不是在救全地球 你不是在救全世界 你是想毀滅全世界 所以在他毀滅全世界之前 美國要把這一層一層的網 第一島鏈更緊固 第二島鏈更緊固 變成一個印太戰略 所以才會把台灣 美國的駐軍 日本的駐軍 澳洲的駐軍 整個印尼一路到德國 整個北約的延伸 變成一個整個鎖起來 否則的話 讓中國真的闖下了 不可收拾的大禍以後 那不只是全世界的禍 那是地球的災難 太恐怖了 另外我們來看到 年底這個案件 會不會成為一顆 超大的震撼彈 昨天的宜蘭地檢署 召開的記者會 起訴了宜蘭縣長林茲廟 包括相關的罪名 包括貪污洗錢等等 我們來看一下 檢警昨天大動作的起訴 林茲廟 可是林茲廟說 我那些講不清楚的 資金流動 叫做借薪債還救債 不過宜蘭地檢署說 林茲廟從15年前 擔任議員 跟羅東鎮長開始 就使用了多達 30個人的人頭賬戶 而且裡面金額流動的 說不清楚的 就超過了3億元 當上現場之後 雖然變謹慎了 不過三年內 仍然利用了10個人頭賬戶 收受了不明來源金額 多達7000多萬元 甚至林茲廟還請縣長室的管理員 去幫他買王八卡 怕被檢調監聽 不過林茲廟說 我都有提供所有債權人的資料 這些資金流動就是借薪債還救債 所以專案小組 找了所有金主來查證 結果就有金主說 借薪還救的說法是律師教的 會不會太老實了 所以檢調都說 林茲廟有2300多萬的金流 沒有辦法交代 這個是涉財產不明罪 而林茲廟的這個心腹吳曹晴 則是現在看起來 似乎是轉為污點證人 據說他公訴林茲廟的這個女兒 甚至直接把他找到現場官邸 指示他要協助這個地主 免這個土增稅 那為什麼要協助這個地主 免這個土增稅 因為他要換取地主無償出現 這一個一塊土地 給韓國一座2020的這個競選總部 所以最後檢方以貪污 特殊洗錢等等罪嫌 起訴了林茲廟等15個人 而且還建議要對林茲廟母女 從眾量刑 不過事情的發展 就是林茲廟說 這個叫做政治追殺 檢調已經變成政治打手了 所以我打死不退 因此現在看起來 他是要參選到底 那關於這一點 我想請教他學委 你怎麼看檢調的 這個起訴書的內容 今天檢調的起訴書內容的話 那個林茲廟他相關的律師 今天也做出說明了 對不對 那之前講說林茲廟 他有七千八百四十四萬的 那個不明資金流入 對不對 那他講說這個2010年 包括林茲廟當羅東政長 跟宜蘭縣長的時間有沒有 他除了說有一個租金收入 三萬元之外 那你說你的薪資 每個月十五萬 總共十八萬的話 致訴林茲廟是致訴說 他沒有其他收入 就只有這十八萬的收入而已 所以那個檢方是認定說 你很明顯的 與你的收入顯不相當 這個顯不相當的過程之中 就已經告訴你說 這個就是財產來源不明罪的 的理由對不對 因為財產來源不明罪 是五年以下的罪 他告訴你說公務員本人 或配偶 或者未成年執女 涉嫌犯罪的三年之內 可是他這個查到是到2010年 他這是薪水 他其實說從2018年之後 是2293萬 那他也檢察官也講說 他的手法就是說 我今天就是林茲廟開的支票 放在農會的那個帳戶裡面 對不對 那就是為了要幹什麼 要避免洗錢防治法 那你這個再拿現金 給這個助理之後 叫助理去把這個支票 拿出來換出來 那換出來之後 這個現金過沒多久 再去把這個現金領出來有沒有 再交給林茲廟去運用 好 那我今天這個問題 增結在這邊 我今天開立現金之後 對不對 我這一筆 開立支票對不對 存進去那個帳戶裡面 我拿現金把支票捋出來 對不對 我都會被跳票 那我現在拿現金去 去把這個支票領出來之後 那領了出來之後 我過沒多久 再去把這個現金領出來 這個跟他的新債還舊債 是不是有相關性 我就講說 這個即使是十個人頭帳戶對不對 這個人頭帳戶 這個雖然人頭現在是有聽說 他在檢方偵訊的過程之中 有講出來 這個新債還舊債是律師交的 怎樣這個是脫罪的說法 可是我說實在 這個現在目前為止 也是檢方的說法 林茲廟他的說法也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整個案件到最後 進入法院之後 你這個人頭說的是不是 老闆他是不是這樣公訴的話 法院審理就一併就大家就大白了 對不對 而且說實在到時候那個人頭帳戶 到底是誰 那個法院公審理的時候也很清楚 而且他說 會不會那個公職會不會怎樣 那個那個翻供 我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很多東西的話 還是要進到法院裡面 才知道 那可是我說實在的話 你今天有十個人頭帳戶 我在賣率幾率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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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清楚的希望知道說 這個財產來源不明罪 包括什麼特殊洗錢罪 或者是貪污自罪條例裡面 它裡面最重要的一些要件 就是告訴你說 我今天要要求跟你要錢 而且我還跟你契約 就是說你這個事情 這錢怎樣 我要有好處 我要拿到好處 最後是收貨或者不正利益 那我是很想知道說 你現在檢方講了一大堆 兩千兩百多萬對不對 2018年開始 那2010年開始又七千八百多萬對不對 那最後這錢在哪裡 我很想知道錢在哪裡 你只查了這個金流 會不會它只是林芝廟 只有手上一筆錢有沒有 我在做一些金錢槓桿 那很多好東西 人們都這樣對不對 你今天做生理的人 是不是我都吃酒吃的錢 來蒸這餐條 然後再繼續去去去去 就在醫藥對價關係是不是 對這個很明顯 他今天講的貪污自罪條例財產 來源不明罪或者特殊洗錢罪 這個全部都是要收受持有 使用金錢有財產上的利益 或者很多很多問題 那最主要就是說 我要知道說 你這些這些罪嫌的話 你這些不法所得在哪裡 對不對 你說一大堆都只有數字 你怎麼招來招去 那他們就講說 有一筆錢 很可以 就是林芝廟的兒子林佑澤 當初不是有拿一個神秘保險箱 對 他們最常的神秘保險箱 現金是不是都在裡面 可是那些保險箱 就我的經驗來講 能不能撞到七千多萬 對不對 堆賣路 那腳底 堆兩三千萬而已 好啦 那不管 那你今天 對那你今天我不管 你今天說 神秘保險箱 你覺得林佑澤有可能 把這個神秘保險箱 把錢拿走對不對 他們在追查神秘保險箱 那可是為什麼 你林佑澤又不起訴咧 對不對 這相關起訴的人員 裡面林佑澤沒事 你如果真的認定這樣的話 就是追查那個保險箱 好啦你說我還沒有查到保險箱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錢 對不對 那可是你林佑澤 你不需要再查清楚 很明顯 那個時候被照片拍到 他偷了一個保險箱走 那個保險箱 你如果是真的是 懷疑裡面有錢的話 因為其他地方找不到錢 那懷疑在保險箱裡面 那你今天林佑澤 把保險箱拿去哪裡 你不講清楚的話 這叫醃密刑事證據 對不對 我不能幫你辦嗎 當然也不能幫你辦 那可是問題是 你現在這個檢察官 起訴的時間點 你選在選舉登記截止日之前 而且剛好那天又發生 那個台南槍擊案 兩檢槍擊案 你選那種重大事案 發生的時間點 你下午把它起訴 這個民眾會作何感想 我說真的 你是在轉移焦點嗎 還是在幹什麼 我不知道啊 就是你這個檢方 如果在這個時候起訴的話 你是不是失慮欠周援 對不對 那我今天當然人家會自然會 我說我今天我是林芝妍 我當然 不管我有沒有罪 你選在這個時候起訴的 我當然要趁字操弄 不然我是白痴喔 對不對 我這個有這種事情 我難道不做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案子在這個時候起訴 投票剩下三個月 你三個月你有可能在 投票之前全案定業嗎 不可能 對不可能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對不對 你說你今天如果有性確定 有罪確定 或者是一審判有罪的話 當然你會對這個選舉結果 會產生很大影響嘛 那可是問題是 你又不可能在這個時候結案啊 不可能理清楚 這個整個來龍去脈嘛 所以就跟你講說 三個月內不可能的話 那我今天當人林芝妍會 參選到底啊 我選到底啊 我現在民調贏對數 贏贏贏贏贏 贏一二十八耶 對不對 我難道說你檢察官起訴這個案子 我就要自己自首 我犯罪我不選啊 沒有人敢說的啦 而且我們看過 我說實在幾十年來 看過這麼多選舉 選前的那個官司一大堆 今天只要選完他當選了 都沒有事情啊 對不對 所以大家也很清楚嘛 這個事情到底會怎樣 會不會對選舉造成影響 我是覺得看你怎麼樣 去看待這個問題 而且你要怎麼去操弄這個議題啊 當然執政黨他也會操弄嘛 民進黨會操弄嘛 民眾黨也會操弄嘛 那難道國民黨不會操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這很多事情 其實我真的要還是要勸告一下民進黨 我真的是 有時候像事件在這邊 我就真的 講給他聽有共鳴 因為他聽的路 對不對 你看今天林志堅下午 他那個抄襲 中華大學也出來講抄襲 對不對 除了台大國發所做 連中華大學也認定你抄襲啊 而且那個校長劉威琦還講重話 他說學生抄襲不是只有學生的問題 指導老師難責其咎 他現在要把指導老師送到教評會去檢討 好那接下來你看 最近發生了這麼多案件的話 你知道國民黨現在打很猜 他之前還信誓旦旦說我今天夏立元登陸的話 我不會去會見任何政府官員 政府官員對不對 今天晚上他要跟詹志堅吃飯啊 你知道國民黨現在打很猜 他之前還信誓旦旦說我今天夏立元登陸的話 我不會去會見任何政府官員 政府官員對不對 今天晚上他要跟詹志堅吃飯啊 為什麼 而且他吃飯他告訴你說 他會當面傳達反對中共軍演的立場 好那我是希望國民黨 今天夏立元的話 你最好能夠開直播 看到夏立元直接跟張志堅抗議 我跟你講 要開直播喔 對你今天如果開直播 讓大家知道說你當場抗議怎樣 不管說中共老公願不願意配合你演這齣戲 你今天只要敢這樣講的話 我跟你講你年底 不要說什麼 2022年底的那個地方選舉 你國民黨全部躺著選對不對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嘛 我之前我好幾個禮拜就講嘛 康總保台議題 就在台灣的那個 效益已經在遞檢中了啦 你今天反而是什麼 轉向內政過來啦 現在發生這麼多案件 包括司法審判 包括什麼抑政管理 包括各種各方面的樣子 趁這個機會 趕快把它理一理 把它清一清的話 重拾老百姓對執政黨的信心 不過就請教這個韋航 這個你怎麼看這個 檢方起訴出這個內容 當然這個林治廟的說法是說 我很早就斷定 對手一定會用起訴手段影響選舉 這又政治追殺 因為兩天前就看到民調贏對手的時候 我心裡就清楚說很快就要起訴了 所以呢我9月1號 我還是會登記參選 我相信宜蘭人年底會用選票黃有公道 現在朱立人看起來也不會要換人的啦 那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說話到比較四平八穩了 他說起訴不代表定驗 近代司法結果 那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接下來到底會不會有 這個外溢效應影響的這個因素 可能會有哪些 您怎麼看 好的我現在講外溢效應有沒有 我個人認為比較不會有 為什麼 像林志堅有外溢效應 是因為他嘴硬啊 屎都要說我清白啊我怎麼樣 可是林志堅連話都說不好 這個媒體效果不好 所以不會有歪效應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台北人都覺得說那誰啊 那是宜蘭的我發送 宜蘭的另外一個對手 這個我們就來用各位一個非常好的圖 讓各位來看 現在在宜蘭發生的事 如果不講你會知道他的對手叫江聰淵嗎 你也不知道啦 所以這就是宜蘭已經淡出大家的目光 但是我們要從這一張圖講起 這是在今天之前 宜蘭到處都有的圖 這是我的助理啊 他在宜蘭拍到 他說宜蘭怎麼到處都有這兩張圖啊 一個上面是國民黨黨團 其實就是林志堅那邊做的啦 就是指江聰淵民進黨提名候選人啊 曾經有盜彩殺死案 不過他的案子是民國87年啊 各位現在都民國多少年啊 這麼多年前 而且這個是只判了三個月的 很輕的檢疫判決 但他們就故意這樣子去弄 負面選戰 同樣的民進黨也弄個林志廟 官邸被搜索貪污被生壓 好也是一樣大量的圖戰 那估計在宜蘭呢至少三四十面 每個鄉鎮至少都一兩面 所以你不想看你會看得到 所以宜蘭的心知肚明 這兩個人已經扭打成一團在地上 在水田在馬路上滾來滾去 好 已經打到這麼難看 這是什麼 基本盤 就選基本盤 所以林志廟說我憑我基本盤 我贏你十趴 我知道你一定會抹黑我 好 林志廟是不是真的贏那麼多呢 我必須要講現在不會換人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 錢都花了是要換個頭啊 如果你選了這樣人 不可能林志廟換人 像桃園那個林志廟選沒多久 那還可以換一下 林志廟從上一任開始 所以就在選下一任人 他有可能現在換嗎 不可能 要換也沒人 換人搞不好更弱 案子更多 林志廟準備更充沛 現在這一抽那就也下去 他們賭的就是不會有外衣效應 而且撐到底 陳如剛才學友哥講 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 因為拚基本盤 我就選到所有選民都釋放 你罵我 我也罵你 你說我有案子 我也說你有案子 最後宜蘭選民都不想出來投 你的國民黨可能拚基本盤 動員力道 也許有機會 但是我們拉回來講 這個案子還會不會有後續呢 我必要說 從起訴書開始 接下來放話一定很多 因為剛才講的是 這個案情還有很多 劇情部分沒有出來 就是感覺很懸疑 像說那個傳說中 保險箱變到手提箱的過程 林志廟女兒給他兒子 兒子再去給楊紀雄 楊紀雄再給 一路給保險箱的變功欄 其中一個斷點是 兒子說那個裡面不是什麼 重要的東西 是我的情書 所以今天網友 立刻把兒子照片 調出來說會有30公斤的情書 這個滿厲害的 那楊紀雄手就是初工是說那個是 可能是非法的一些資料 他後來又翻功了 所以接下來還有多少故事 包括那個王八姬 就是去 王八姬就是跟外勞去買的 這個儲值卡這種信職手機 是一般犯罪者 經常用的斷點 那在這一次也傳出來 這個母女的對話 其中一個強調說 是不是我們的這個 使用王八姬還是會被竊聽 還什麼檢調人員震驚 這個就屬於通靈的部分 那代表除了起訴書之外 還有一個消息管道在放 如果起訴書本身對選舉有影響 但是真正會有殺傷力的 應該就是這些通聯的部分 因為現在有一個故事的劇本在那邊 可是接下來會朝很多方向去演 這個故事我可以基本講 就是兩條之線 一個是這個土地稅 免徵土地的稅 農地稅免徵 土地稅的稅免徵的部分 另外一個就是財產來源不明罪的部分 這雙方都可能持續有一些消息放出來 這就會讓宜蘭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他都不在台灣人的目光中 但接下來宜蘭可能會變成民進黨很重要的一個梗 你要注意民進黨現在嚴重缺梗 除了這個國民黨有一個夏立元押在中國那邊 但頂多押到八月底 八月底就會回來了 那國民黨接下來可能就沒有梗 所以民進黨必須利用自己手中的梗 那當然林志堅這個應該算是利空出盡 因為今天中華大學判出來 應該不會再有後續的 國民黨也可以 就是當然也可以繼續去追打其他民進黨 不過現在被檢舉的原則上都是偏藍這一邊的 藍的那邊當然出來可能對民進黨會相對有利 你哪可以指的說那你也要退選 你也要怎麼樣 好 那延續一下剛剛的這個林志堂立體 我認為林志堂的這一個 會讓他的民調跌回就是 雖然不到正負3% 但是應該會壓到5%左右 當跌到5%左右 基本上民進黨就會有主力部隊下去 因為這個江沖淵是新潮流的 主力部隊就會下去 非常擅長空戰的人就會下去 所以林志堂一定會被洗得很慘 我在那邊層次的建議林志堂 還是要必須做一個斷點 斷點就是他和他女兒之間 因為在起訴上都已經說得很清楚 林志堂什麼都不會 都是他女兒幫他搞定的 我的建議就是說林志堂就強調 我真的什麼都不懂 我數學也不好 1萬以上我都不會算 然後這個女兒叫我簽名 我就全部都簽名 所以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就全部推給他女兒 這個操作方法我認為 多多少少百姓有跟他握過手 可能覺得這個媽媽真的是善良 也許壞的有問題的是女兒 也許這樣子可以把民進黨 排山倒海的公司給化解掉 但是前提是在於說 必須有意思的做這件事情 如果林志堂真的如傳聞中 毫無判斷能力都是由女兒掌控的話 他女兒一定不願意被剁掉 不願意被切割 後續事情會怎麼發生 可能就會遠超乎他們的想像 請教他世間議員 你怎麼看這個 因為現在檢調已經把這個林志堂起訴了 起訴之後 現在大家的這個爭點在於說 你到底要不要退選 林志堂現在看起來不退 國民黨也沒有要他退的意思 那這個藝人認為呢 他這個已經被起訴了 到底該不該退選 你要怎麼看陳時中的說法 起訴不代表定業 就近代司法結果吧 而又齊 其實林志堂最好的斷點 就是他退選 退選才是為宜蘭好 也為我們整個台灣社會好 如果林志堂認為他自己是清白的 那他就循正常司法管道 去爭取他的清白嘛 那確實在我們國家 我們是個法治的國家 任何司法案件 在三審定業前 確實是大家都還可以去跟司法 來做個論斷的 那三審定業前 確實起訴不代表說定業 還沒有三審定業 起訴確實不代表司法定業 那確實應該整個社會都會 淨待司法結果 但是當事人 你心知肚明不是嗎 當事人應該知所進退 不管當事人 你認為自己是清白 或者你心知肚明 你幹了哪一些壞事 我覺得都應該說要先退選再說 尤其現在根本連登記都還沒有 下個月九月才要登記 那我覺得每一個黨都應該要有一致同樣的標準 像本黨在桃園我們有林志堅的事情 但是我們整個黨馬上做出很明確的決議 就是尊重林志堅他自己 林志堅自己 他知所進退 他就退選了 那麼他也去尋管道去爭取他學術上的清白 那這個就不論了 所以我認為最糟糕的是什麼 第一個是霍希尼 像蔣萬安 今天蔣萬安面對這個提問的時候 他竟然說尊重司法調查廢話 如果這個問題是問任何其他一位 張三李氏王二麻子 沒話講 你是首都市長的參選人 你是二十二縣市長的領頭羊 更何況蔣萬安致命 他是現在藍營的少主共主 那既然是少主共主 你更應該說得更決斷一點 講得更明白一點不是嗎 所以不能只是不痛不癢的 說一下說尊重司法調查 你更應該說得更決斷一點 講得更明白一點不是嗎 所以不能只是不痛不癢的 說一下說尊重司法調查 全國兩千三百萬人都尊重司法調查 問題是你們黨有沒有依一致的標準 來對你自己黨的參選人做一些要求 處分或者明示暗示都要讓當事人知道 要知所進退 為什麼你為什麼要知所進退 那又齊我們擔任公職 採選公職最重要就是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你的品格操守 第二個就是能力 好了您是沒有能力我們就不提了 雖然他在縣市長滿意度調查 他經常敬佩莫作 但能力我們不提 我們覺得最重要的是品格跟操守 當你被起訴是貪污是偽造文書 是財產來源不明是特殊洗錢 天啊這些都是會影響到你每天 如果你擔任市長的職務 縣長的職務 你每天都要處理公共利益的事情 你應該要迴避個人這些人格品性上的 他們的瑕疵才對不是嗎 所以當你被起訴這些會嚴重妨礙 你公職全力行使 因為大家會想到說 你是不是以公謀私以公害私的時候 那你應該要迴避 當你有被這樣子起訴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知所進退 而且我覺得他現在還繼續堅持參選 我覺得他就是要利用政治利用司法 也就是說他可以講成說 這是政治追殺 這是司法迫害 所以他要吹出我們社會的同情 我覺得如果說假借這樣司法案件的起訴 要來訴諸社會同情他好像他是被害人 他被政治追殺被司法迫害的話 我覺得這才是真的社會的悲哀 真的如果你個人深色這麼多條重罪 都是影響你自己的人格操守的時候 對你人格操守強烈質疑的時候 我相信檢調單位絕對不會平白無故 就指證你這幾項 起訴你這幾項 一定有相當的根據 所以你當事人 你用自知之明應該知所進退 退一萬半部獎 即便你是清白的 你也應該先退出這一場的選舉 我們讓政治選舉歸選舉 讓我們民眾自殺 退以後不用那麼煩 從天聽你說好像你被破壞 看你傷心落淚 到時候選舉前一天 還要舉家還要下跪 還要來用淚催出選票 我覺得如果 進行為了 你將謊不應 你從事後來 不停的 我可以禮了 我可以看你的 我關鍵 要因為我 我可以看你 你真的要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